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感情我心间的 2023广州草莓音乐节 将于10月18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 在10月25日上午11时开票后 抢票非常火爆 开票后11月19日的门票很快被抢购一空 尤其是pro单日票 更是闪电抢空 鉴于之前音乐节的盛况 周深参加的音乐节由此火爆抢票场面并不意外 小编再次恭喜抢到票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如愿在11月19日晚上见到周深了 不仅面对面更能感受到现场的无限魅力 那么此时大家肯定也在猜测 音乐节当天他会演唱什么曲目 参照之前的音乐节时长和歌曲数量 周深在本次草莓音乐节应该也会演唱九首左右的歌曲 那么会是哪九首呢 小编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期待做了超前预测 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No.1 冬游 冬游是电影冬游同名主题曲 周深的声音细腻空灵 他一开口一个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就缓缓流淌出来 这首歌曲中长达40多秒的吟唱让人惊叹 No.2 爱若琉璃 爱若琉璃是仙侠电视剧琉璃的推广曲和主题曲 发行于2020年4月 周深清澈柔情的声音表达着爱若之意 通过交织的旋律讲述着一对男女的生死爱恋之情 命运在今生写下了伏笔 梦境般与你不期 想与你留下 只在眼角标记 却忘记前世的约定 注定了结局看不穿天际 我们始终难逃脱宿命 隐藏在面具下的表情 你永远不懂得悲心 就会你眼中失去色彩的黄金 陪你看清 繁华如虚和乱透明 No.3 独白 独白是电视剧天机之白蛇传输的插曲 周深用干净清澈的嗓音唱出了独白的味道 这首歌曲也异常好听 高音直击人心 怎么离开 怎么能唤醒爱 你不在 岁月变沧海 怎么记载 往事 的对白 只留 一直 独白 No.4 曾经 沧海 曾经沧海 是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 第二季的片尾曲 这是一首超好听的歌曲 无论是旋律还是歌声 都非常动人 来吧 曾经听过沧海的寂寞 曾经看过沙漠的烟火 才明白谣言的都会坠落 不然宿命凭什么状况 No.5 归处 归处是电影《世神灵》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在剑轴身的标志性吟唱 流行与美声结合特别优美 No.6 时间之海 《时间之海》是电视剧《一人之下》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具有很强的空间感 周深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一阵阵阳光的温暖 《方便之海》 光缘之海的星海 Number 7 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是电视剧《鹤立华庭》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难度不小 周深用情深厚的实力包含深情 将其分离和散的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 Number 8 明月传说 明月传说是电视剧《风起霓裳》的主题曲 周深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超强的气声控制力将歌曲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Number 9 同心人 同心人是广州南沙城市形象宣传原创歌曲 周深浅唱低音描摹歌词中所勾勒的《南沙美丽途径》 Zither Harp 把所有的爱换成一颗鲜 爱换成一颗鲜 上述九首歌曲就是小编期待周深在草莓音乐节上演唱的曲目 此外如果出现一两首粤鱼歌曲也不意外 毕竟这是粤鱼区举行的音乐节 40分钟九首歌曲太期待了 最后请来自海内外的歌迷们合力安排行程 尤其是住宿饮食 提前了解演出场第四周的交通和环境 注意出行安全 从事文明观念